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里是 八一路通道 大家熟悉武汉的 应该知道这是哪里了 武汉大学 武汉最高学府啊 最好的大学武汉大学 我正跑这来了 因为有的线报啊 也是观众朋友跟我说 他的母校武汉大学 最近在举行一个 展览吧 里面有个万林博物馆 里面举行那个敦煌 敦煌 敦煌的一个叫 主题叫什么 万里千年吧 一个展览 很多朋友说 带他们去看下母校 但是啊 因为疫情的原因啊 武汉大学不能够随便进啊 大学那里 现在这边都是 入校了 只有学生刷学生证才能进 我们这边都进不去的 你看这门都 都挡着了 你看 这是大门 看一会儿 看大门 就是这样 看到没 大门 国立什么武汉大门 现在是毕业季啊 这不是我的存在 这个是什么广场 这个是教育前面的一个大草坪 大草坪 教育 写了投广嘛 哦 这个大草坪一天就好 大家就在那上面野餐呀 然后放风筝呀 遛狗啊 然后情侣啊 就都会在这边 晒自己 今天非常感谢 武大的美女带我过来的 人家是博士 博士美女 不是校园的人 就不能够骑这种共享单车 是吧 去年还是前年 好像没看到这个共享单车的 是吗 今年才推出的 哦 武大有多大呀 几千亩 反正要走路的话 东边走到西边要走多久 走半个小时 哦 莫赖的训练池 这是没操 然后就在这里啊 这个就是万宁 艺术博物馆 这个是武汉大学的一个学子 捐的 所以投资一个亿 比比较少 上面有多 有点像陨石一样的 敦煌 万窟考古特展 万里千年 这个展览 6月20号 就面向公众开放 目前还是在武汉大学 针对里面校园啊 和里面 就内部开放吧 所以 到了6月20号 大家也可以进来看看 提前去感受一下 考古特展 就是前沿 这是原来的丝绸之路 这墙壁上全是这种丝绸的图案 还有包括出行的那些服饰吧 我给你拍进去了 能拍进去 很像的哈 是不是有点像 有点像有像 确实很像 这是汉籽那种 很平面的舞啊 对 然后这是二楼的情况 哪里 哦 这是飞天 这是画上去了啊 对 因为有机会可以去东方看看 对 我来到这之后 特别想去看一看 但是你去了 你会发现颜色没有 哦 历史 颜色都已经退掉了 是吧 但是拍照真的挺好的 这个色彩 哇 很大呀 这个山的 这个早景我觉得很好看 这叫什么 早景 哇 我大的 财女都不想知道这么多 你还不是学历史的对吧 我就喜欢去了解这些文化 然后自己看一些纪录片什么的 去了解 对 知识面广啊 像这种画的莲花呀什么的 还有龙 里面还有龙 这是莲花 对 它有不同的这种造型 画 哦 它有一种集合的味道 对对对 这边的这个真好看 火象的一些 火象上面的 这是马老啊 火象其实它 穿戴的很尊贵的 嗯 就是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 尤其是末高皇朝的 它有樱落 樱落就是那种 黄金啊 然后马老啊 废物呀 宝贝呀 这些服饰 这是什么 是什么 太原 哦 哦 这些人就是说 我供养你不出钱 你最好能把我画上去 就把它画上去 然后 我才发现这上面也是一个 这个景也不错 挺好看的 没注意啊 这不太头 还真没发现 末高窟第275窟 进去看一下 这是法造实行打造的 还有最著名的那个金刚经的 最可能是最古老的第一部 现在也在英国博物馆 都在英国博物馆 我们有时候可能想看自己的文献 叫到英国去看 其他国家 肯定 色彩漂亮 蓝色 绿色 白色 它不会有白色吧 就这个 这个空白嘛 我们就称这位美女叫苗苗吧 这是她喜欢的一幅画 这叫什么呀 它是根据点弥罗金辫 弥勒金辫 学霸就不一样了 它可以看得很入神 可以抛开杂链 刚才说话 它都听不见 入神 怎么了 真的好肉神 本来是某个库的表情包 接下来大家陪我一起上楼参观 万林博物馆的顶楼是洛家咖啡 我们的苗苗同学带我们过来看一看 我们去外面看那个对面的老葵 哦 那个是老葵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三层楼挂完了 下面这里有个东黄的木高窟的文矿商品 可以在这里购物 有些米芯片什么的 挂丝啊 钥匙扣啊 嗯 68 诶 这可以盖上去了 硬搓 好多种 这丝巾挺好看的 好多人啊 我们出来的时候还这么多人排队进去观展了 对啊 你看往那边走去看看 这还没有对外开放就已经这么多人了 这五大附中的学生学习氛围很好啊 好多窒息的同学们 拜拜的 展览看完了 东黄它这个展览呢虽然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你还能够感受到东黄的文化 是吧 东黄的石窟 灯黄壁画 也就是东黄非常有名的一个文化 所以我看了之后都想去甘肃啊 那边去看 我没有去过的 然后这个是武汉大学的桂园广场 桂园体育场吧 你看这师生们 这个 又学又动 这个结合的特别好 所以这个好的大学就是不一样啊 刚才和那个苗苗同学 我们刚才还聊了一会儿人生感悟 他陈述的人生感悟我非常的吃惊啊 他的感悟我是到了四十岁我才明白 而他二十来岁他就明白了 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问他 我说像这种人生感悟你是怎么体会出来的 你有没有什么人生经历 有没有社会经历 他说是在书里面读出来的 然后他自己就吸收了 我觉得 所以说我就觉得真的应该多读书 我们小时候就没想到好好读书呢 国立武汉大学 感谢老的武汉大学校友提供这样一个 你们学校的信息 也感谢现在的武汉大学同学苗苗同学的代言 要不然我进不了这个五大校园 然后这就是给大家分享的 武汉大学万林博物馆 关于灯黄展的一个视频 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了 我是罗宾 如果你喜欢视频请按下方点赞 并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再见啦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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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